坦白講 我覺得現在這個時代跟以前不一樣 因為網路真的太發達了 所以各方面的意見都會產生 好比說我自己 昨天也寫了一篇文章 但我對於他這個記者會開的 我覺得不是很 很能認同的點在於 比如說阿翔在第一時間 接受訪問的時候 他的那個態度 到昨天開記者會的時候 那個態度中間的這個轉變 我很想知道是 那你為什麼第一次 第一時間你的反應是 我跟他是滿滿的 猶疑 那為什麼這個時候 你就出來道歉 我很想搞清楚這一點 你中間到底發生什麼事 是你一開始被抓到的時候 你不認為你有錯 你不認為你對不起你太太 然後這幾天你發現有輿論 發酵大家在攻擊你 才認為說我真的對不起我老婆 所以我要出來道歉 是這樣嗎 這是第一個我覺得 你要出來講 我就覺得你應該要把這個戲劇 他第一時間沒有對太太 表示道歉吧 第一時間不算吧 第一時間他是說明 對 那可是我覺得是有差別的 按照刑警在問案 第一次的口供最真實 對 對 我覺得粉絲們或網友們 出共最可信 大家都會這樣看 然後第二個是 就是為了利益這件事情 我覺得也是非常的明顯 比如說浩子在旁邊講 剛剛那個志偉提到說 浩子的媽媽 浩子的媽媽會搬出來講 這段話 聽起來好像是很有情有意 可是我可以從另外一個方面解讀 就是我是用第三者的話 來告訴大家說 我們是不會因為這件事情而解散的 不然的話照理講 我是浩子 阿翔發生這樣的事情 如果我要撇得很乾淨 就是說我要做倒著切割的話 應該是說這樣子的人 我可能沒有辦法再跟他繼續下去了 可是為了利益 可是因為我們如果拆火的話 我可能我們比如說代言也好 主持也好 活動也好 很多很多可能可以賺得到的部分 他就沒了 那我不能講我為了利益 所以我決定我不跟他拆火 這個時候我就說了 因為我媽媽講了這樣的話 現在浩子 現在要講了人也不好 你都看忙不去 對 人家看忙不去 你要對他比較好一點 那我覺得 應該也會有很多讀者或網友 類似我這樣的看法 我是認為說現在這個時代 你要出來開智者會 講任何的話 公眾人物 要嘛你就是很誠實的 講你覺得真正的真相都講出來 這事哪能誠實啊 我不知道欸 我不知道 我覺得這個時代真的不太一樣 發生這樣的事情是有人誠實過 誰過 誰誠實過 酒把刀那時候非常誠實 他愛那個新人 他說就道義上他是要愛他的女朋友 但他內心是愛新的 就是當老婆是舊的 但他內心是愛這個新的 所以最後他是跟新的在一起 對對對 那H 那如果是你 你會怎麼 我就講啊 你說新的媒體嘛 現在網機網路的時代 我有一個很大的疑問是 如果今天阿翔這樣道歉 他也沒有提到謝忻任何的部分 那我請問一下 那你們過去 你講一個月 大家沒有人相信你們只有一個月 可能是一年 可能是兩年 那這一兩年裡面 你們相戀的時間到底代表什麼 是阿翔 你就是婚外景你在玩一個女生 然後現在出來道歉 沒有了我跟他一點關係都沒有 就這樣嗎 我想聽的是這一段 你身為一個做錯事的這一段 你的心情是怎麼改變 你怎麼對待人家 你要嘛你也出來跟謝忻說 我有家庭 我真的對不起他 我不應該出來 不要講玩弄 或者說不小心我們陷入了這段感情 我覺得你要帶到這個部分 要不然 對啊 你不講這一段的話 我就會一直認為 你就是完全只是在切割所有事情 在保護你們這個團體也好 這個經濟公司也好的利益而已 所以我說 這時候現實上的利益很重要 是很重要 但我就講 因為這個時代我認為 不是那麼單純 也不是你講了什麼 大家就覺得一定我OK了 就接受了 因為網路上會流嘛 然後大家會討論嘛 會發酵嘛 所以你是不是最好 而且我們今天是禮拜三嘛 對 搞不好你再過幾天 他又有更多什麼別的事情 再爆出來 所以我就認為說 最好的做法就是 你就是乾脆把所有的情況都講出來 今天是謝忻沒有出來講話 對 如果今天謝忻不小心他拿根筋 因為他會在家裡面看記者 對 他如果想一想 他覺得 我為什麼要 我為什麼要囤論這麼多 我出來講些什麼就好了 這事情就沒完沒了了 那你現在是 阿翔這次出來講這個記者會的內容 我就覺得 謝忻應該也不用講 先丟幾張照片 真的 我沒騙你 我是不希望他 那是很有殺傷力 我知道 我知道 我是